2023年1月以来啊 COTI, MUTABLEX和INJECTIVE 这三个代币的涨幅确实涨的不错 那COTI涨了50% MUTABLEX涨了200% INJECTIVE涨了700%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这些区块链都是APP CHAIN 被认为是加密货币领域的下一个重大风口 今天这期视频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去录一个 免费而且是非常新的项目的空头 VENOM 现在呢VENOM呢已经发布了它的测试网络 并且预计将会空头15.3亿个VENOM的代币 给早期的用户 就像Arbitrum一样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样获得VENOM代币 就得留守这一期视频了 哈啰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这个频道 我叫币圈大马哥 无论你选择投资这些项目 还是加密货币领域的其他山寨币 必须注意我不是金融或投资顾问 我的建议只供大家参考 那我很开心可以获得Bybit和香港著名的CoinEx交易所的支持 这两家交易所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安全记录 建议你可以试试这两家可靠的平台 那在详细介绍这个大空头之前啊 让我简单的解释一下VENOM是什么 那VENOM呢是一个将现实世界资产标记化的 区块链 现实世界RWA是另外一个加密货币的热点 就像Goldfinch Centrifuge 或Change这样的AppChain 现在呢他们刚刚发布了他们的测试网 也是时候让我们去做一些测试了 最重要呢就是有机会可以获得空投 好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需要完成哪一些的任务 完成这些任务呢 只是有可能会让你有机会获得空投的资格罢了 在这里呢我需要再澄清一次 这是可能的空投 但还没有确定是否可以获得 然而呢在他们的白皮书中啊 我发现到了有22%的代币会分配给社区 也就是我们了 这一预计呢就像Arbitrum一样的 像早期用户发这个空投 所以我们获得空投的机会呢是非常的大的 好我们现在呢就马上开始 那在开始之前 你首先是需要下载这个Venom的钱包的 那Venom的钱包是可以在iOS 或Chrome extension的应用程序找到 我个人呢是使用Chrome extension 要注意的是 其他钱包呢是不可以在Venom上使用了 现在我们是需要进入这个Venom的测试网 那第一个任务呢就是连接你的钱包 连接这个Venom的钱包 还有就是你的Metamask的钱包 那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连接你的 Twitter账户并且关注Venom Foundation 这将会为你赚取50个免费测试网 Venom代币 现在呢你已经为测试网之旅做好了准备 目前呢你还需要通过完成任务来收集8个NFT 好我们现在继续 现在呢就是做一些简单 而且非常容易完成的任务罢了 例如呢在Twitter上关注Venom Network 然后呢在推关于他们的推文 总之呢所有的事情啊就在这个网站完成就OK了 那成功完成任务之后呢你就可以铸造一个NFT 那现在呢可能你已经赚取8个NFT了 其中第一个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做swap 那我们只是需要呢 将这个Venom兑换这个USDT就OK了 那我兑换了10个Venom 就可以收取3.07个USDT 那之前呢是需要做这个LP了 但是现在是不需要了 我们可以直接去命第二张NFT了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任务了 那这个任务呢我们是需要一点点的这个BMB了 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研究 怎样把这个BMB呢转去你的这个Metamask的钱包了 那首先呢如果你的Metamask呢是没有这个Binance Smart Chain的网络的话呢 那你就得去这个chainlist.org那边添加 那添加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 点击Connect Wallet就OK了 然后呢再把BMB打进去你的这个Metamask的钱包 然后记得一定是要使用这个Binance Smart Chain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需要一点点的这个T Venom 所以呢你是需要去swap那一边的换一点 那我兑换了20个Venom为T Venom 兑换这么多的原因呢就是 要从这个BMB链返回的时候啊 我们是需要这个支付手续费了 那如果你兑换足够的T Venom 手续费只是需要几分钱罢了 那我支付了大约15每分的BMB 那如果你没有用这个T Venom 手续费可能会很高大概是0.2或者是0.3个BMB 切记一定要点击这个切换的按钮 一旦我们把这个币bridge到这个BMB chain 然后呢再把Venom bridge 回来这个Venom的链 这个呢可能需要花比较长一点点的时间了 大家就耐心的等一等就OK了 最后呢再命这个NFT就好了 那在这里呢可能你的Venom代币 可能已经不多了 那我在为大家呢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呢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测试币代币了 再次是往这里的顶部啊 点击这个gettestnet Venom 每一天呢你可以赚取5个Venom的代币 还有一些简单的任务 可以赚取更多的Venom 例如加入一间discord的服务器 服务器呢再连接到他们的网站上 每一次呢你就可以获得大约15到40个代币 那我通过这种方式啊 获得另外的100个Venom代币啊 那在完成所有的任务之后呢 我的当前的余额是为90个代币的 那最后一个任务就是去到他们的NFT网站 Oasis Venom 购买这个NFT 那购买完成之后啊再把这个NFT list 回去他们的NFT交易平台就完成了 那价格随便放就好 最重要呢我们可以面到这个NFT 然后呢再list这个NFT就OK了 那当然还有一些非常简单的任务 大家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去完成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如果大家还不会 可以去到我的空头的Telegram群去看一看 那边有讲解 那完成所有的任务之后呢 请确保你要截图首页 然后呢发到他们的Discord Complete Task Channel 发布的时候呢记得截图 填写你的钱包地址 以及关于你的体验的评论 后续呢还会有更多的任务 看起来呢总共还有12个任务 请记住这只是一个测试网 有时候呢可能会比较慢 那钱包交易可能需要长达一分钟 或者更长的时间 请耐心的等待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大家呢还不懂怎么做 可以加入我的Telegram 空头教学的Channel 那Ivan呢会发一系列的教程在里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最后呢大家如果喜欢这一期视频 记得点个赞 我是必须达马哥 我们下一期见